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國,我是天神 又來到大家最期待的爆抽環節 今天還會和大家抽高級招募的券拳 希望可以出到周子藥 其實如果可以放多些傳奇,可能我三個都放傳奇 喜歡記得訂閱天神國 話說昨晚直播,我直接給觀眾推到VIP9 我現在割證都快疑,但是嚴重不夠這些覺醒石 我發現覺醒石除了這裡可以用元寶買,就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存在 所以大家這裡有元寶就盡量不要拿去抽東西 拿來留回來抽這些覺醒石,240個元寶 每一個星期買幾十顆 其他覺醒石都需要課金才可以拿到 或者打古武傳人都可以換 古武傳人換覺醒石都挺划算的 這裡有三十顆就對三顆覺醒石 我都會換的,這裡可以換三十顆 好,不可以不理會,我們先抽東西 好,高級招募 好緊張,這裡如果你灰了的話,你就不要再抽了 我決定不如我不再用郭靖 我再升他好像沒什麼意思 不如就楊過小龍女吧,好嗎? 自己走入這個圈吧,沒辦法 因為郭靖我再升我都沒有覺醒石給他 好,我們來吧,十連抽,立即來過 小超,我都未化一 好,球千尺 其實他應該劇透系統要撿一撿 不如跟我客服那一說,可不可以遲些才彈出來呢? 我已經知道我自己抽到沒有 一拳超人做得好,一拳超人你一定會被他劇透到 除了競技場那裡 直接彈了你已經贏了 即是你已經獲得競技場頭五 但這裡是很早的彈出來 好,那就已經用了十抽了 百多元十抽 我預計這個遊戲的功架 有時候可以...可以一百十五的 還未有 二十抽一隻都沒有 Train 是不是真的這件事 情形,真的一隻都沒有 真的一隻都沒有 不是吧,今天不良於抽 今天是否中了什麼日子 一次他出回三隻給我 可不可以 一次他出回三隻給我 直接出周知 小超 OK啦小超,好,照殺 小超化一OK的了 即是你可以練習其他東西 化一完小超 其他資源放在這裡 好,保師最重要是懂得復活 復活完之後 可以化二的 但我怕你不夠覺醒石 所以我覺得化二、化一OK的了 之後練習輸出 如果小超OK的話 好啦,得到小超 還未得到周知若 小超出了我覺得不錯 嘩,你三十抽才出一隻 三十抽才出一隻 你不是吧 再來 不要你 我不要紫色的金色啊 大哥 神經病 屌櫻菇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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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沒話說 大哥 你出那麼多紫色給我 有什麼用啊 不頂啊 休息一下 先說一下 說實話 這個神話招募 如果你想用傳奇 換兩隻 如果你可以一口價 在競技場拍賣 拍賣到呢 那你就可以不放傳奇 因為我一放神話 好像真的比較值 我呢,就這樣看 因為六千元寶 就已經一百歲 不,二萬元寶 才二百歲 所以是不值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都 真的可以試一口價 我給大家看看 我先休息一下 這裏拍賣 兩個一口價 六千四百元寶 已經一百歲 你二百歲 都不用萬二 所以我覺得 傳奇還是放回神話角色 就是這個神話招募 放回神話角色 傳奇角色 雖然好像很多 但是二百歲 但是 一口價買到就算了 你這麼多次 等一次中的 一定必得到的 好了,再來 除非你很多神話招募 這次要中啦 大哥 我不看劇透 嘗試 頂啊 我又看了劇透 公孫子 什麼都說人抽了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單抽了這幾個 真的沒有周紫若嗎 看看 Gorporo 這是什麼來的 嘩 沒辦法 差多少抽 現在差七次 差七次 但沒辦法 都真的 今天運氣差少少少 直播和大家抽完這七次 我覺得現在 抽東西不是很明智 唉 很灰啊 這樣抽 竟然只有三隻 真的慘 我這隻英姑 但是五星了 五星了 沒什麼用啊 角符這些都升了 沒有其他金色可以升嗎 可以升一升 升品牌 這些可以換轉其時裝 紫色好像不可以 可以的 現在全部五星 五星了 準備化景了 哈哈 嘩 我怕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銅錢 很貴啊 升銅錢 你看著來升啊 星星客眨眼 那銅錢沒有了 就沒有錢了 這麼好人 幫這位小兄弟 收三獎 再來 不要拿你和楊過比 當然了 不能比 好 完成了 看看可以升多少戰力 英姑五星 加二千 這裡也五星 加一千 一千 還是加上也不足一萬戰力 真的很可憐 我只抽到一隻小超 是適合的 其實 灰不到我 想要那些心願池 好搞定 二百萬戰力 那就不是說好多 升不到一下 現在都 沒有辦法 小超就差七十歲 我應該很快就可以化一 應該都不用再想著 現在都是周梓若為先 其實快異了 你的招技已經夠厲害了 即是九陰八骨爪 好 今集來到這裡 竟然這麼差 運氣 大家都看到了 好 喜歡的一定是天神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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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